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4月8日星期四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昨天有報導指出 本港再出現多一宗打完疫苗之後死亡的個案 事主是一名68歲的女人 他曾經打過科興疫苗 第二宗消息 許樹昌教授不建議特區政府 採購阿斯利康疫苗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打完疫苗之後死亡個案的詳情 事主是一名68歲的女人 在3月3日打了科興疫苗 去到3月29日離世 他患有高血壓 血脂敏亂和甲狀線功能減退 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 專家委員會昨天表示 根據初步解剖發現 這個女人的死因是急性心肌梗塞 初步認為 她的死亡 是與疫苗接種並無直接關係 對於專家委員會的判斷 相信大家都不會感到意外 凡他們公佈死亡個案 都肯會拿起死者 在生前一大堆 慢性病 拿出來說 現在這個女人又甚麽高血壓 諸如此類 總之什麼都拿出來說一大餐 如數加珍 務求增強說服力 總之要令市民信服 這個個案 跟疫苗接種 沒有直接關係 之前那麼多個個案 專家委員會全部判斷都沒有 你是專家 我也相信 你專家說話 就是一錘定音 你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好了我只是想反問 專家委員會一件事 那些個案你都說不是 我不會質疑 但是我想請教 或者請問一件事 究竟在什麼情況下 一個人打完疫苗之後死亡 他才會被專家委員會判定為 這個死亡個案是跟打疫苗有直接關係呢 可不可以舉個例子出來給市民大開眼界呢 我就比較愚蠢一點了 我真的不了解究竟什麼的準則來判斷 舉個實際例子 讓市民可以聽得明白 是不是 之前那麼多個案全部都無關了 無關無關 到底什麼才為之有關呢 是不是說一個人在打疫苗接種中心當場一命烏敷 那才是為之有關呢 但是你也可以辯解的 你說他自己小膽 害怕青 他嚇死了 看見之針 你也可以有原因有借口 那麼究竟 有沒有一些例子可以告訴市民呢 你要令人信服就要更加公開和透明 要使得市民了解到 究竟你用什麼的準則來判斷有關無關 現在你專家委員會開會 我不會質疑你那些人閉門做居的 因為你全部都是專家 全部都是有學識的人 你說無關就無關 但是究竟什麼才是有關呢 你至少都可以解答到市民吧 不會都答不到吧 接著我們就去看看智利的情況 為什麼呢 因為智利主力都是打科興疫苗 在當地所打的疫苗當中 93%都是科興 目前當地已經有707萬人打了第一針 404萬人打了第二針 大部分都是科興 而根據智利大學的一項最新研究就發現 原來 打了第一針的科興疫苗之後 以及在打第二針之前 中間的28天的保護力 只有3% 其實3% 平時我們去做那些調查 去做研究 3%幾乎就是那個誤差率 究竟有沒有保護力也成問題 即是在打第一針和打第二針中間的28天那段時間 打完第二針之後 保護力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打完第二針的頭兩個星期 保護力就去到27.7% 第二針的兩個星期後 就去到56.5% 即是說打科興 一定要打齊兩針 才會有保護力發揮 如果只是打一針的話 保護力就只有3% 問題就來了 因為香港 現在科興第二針的脫底情況 是很嚴重的 其實這萬多兩萬人 他們只是打一針不打第二針 保護力就只有3% 跟不打有什麼分別呢 我又不是很理解 這幫人為什麼會去掉底 到底他們是打完第一針之後 發現那些報道似乎不多對路 他們開始擔心 害怕死了 還是他們打完針之後 真的出現了一些很嚴重的副作用 有些不適的反應 如果是後者我覺得 不去打第二針就情有可原 因為他們的身體根本上 不適應這個疫苗 但是如果說純粹怕死的那些 我認為是完全沒有邏輯的 是很離譜的 為什麼你打第一針的時候 你又不怕死 打第一針之後 又開始害怕死呢 這些人是什麼心態呢 我真的不明白 你害怕死的 第一針也不會去打 你打完第一針 明明28天之後就要打第二針 你說害怕啊 害怕什麼啊 害怕啊 害怕你不要打啦 保護力只有3% 那就是跟不打沒有分別的 你只是打一針 打兩針就可以升到56% 現在這是最新的數據 比起之前的數據 只有50%多了 所以特區政府又如何評價 智利大學這個研究呢 到底是不是說人家又抹黑科興疫苗呢 不會啦 智利大學現在所做的這個研究 是有很清晰的數據的 打第一針的保護力又如何 打第二針的保護力又如何 而且人家整個國家90%以上的人 都是打科興 按照這個研究 能夠搜集得到足夠的數據和樣本 不是說撒謊 不是說吹水 而且這一項研究 那個數據是很值得特區政府來參考的 因為人家700萬人打了疫苗 有九成以上的人打科興 即是有六百多萬人打了科興 那個數據就很清楚是怎樣 是不是值得你參考呢 因為現在特區政府只是買了兩種疫苗 一種是科興 一種是復必泰 阿斯利康就沒有了 既然科興是佔了香港疫苗總數的一半 到底特區政府有沒有參考一下智利的這份研究呢 還是質疑人家是不是政治利益 凌駕了公共衛生 不會說這些話 那麼無稽 人家做的研究不是為了抹黑你的 即是你特區政府也不是某一個品牌疫苗的代言人 我也不明白 你特區政府其實是作為一個採購者 你為什麼要去特地為某一種疫苗保駕護航呢 是不是呢 你是消費者 消費者是有權益的 一種疫苗有效無效 人家都已經做了統計數據 如果你認為這個研究所做的方法是有問題的 不適合特區政府或者是香港的大學自己做 是不是 到底科興的保護率有多高 你自己做得到的 你有資源 是不是呢 如果沒有香港的數據的時候 智利這個是不是也值得參考呢 接下來我們就講講關於 許樹昌教授所說的說法 他談及到這個阿斯利康疫苗 他說不建議政府購買阿斯利康疫苗 由於本港已經買了科興和復必泰 各有750萬劑 即是合共1,500萬劑 就足夠全港市民 各接種兩劑 而現時本港外防輸入的措施做得好 個案不算多 相信兩款疫苗能夠應付接種需要 許樹昌教授言下之意 是不是現階段香港人只有這兩種疫苗可以選擇呢 當然還有第三個選擇就是不去打 但是要打就只能夠是二選一 而且他是不是暗示 當復必泰疫苗打完之後 特區政府都不會去補貨呢 市民如果要去打針就只能夠被打科興呢 昨天這個聶德權局長曾經提過 說復必泰疫苗就供應期有限 要打趁早 究竟是不是打完就沒有呢 特區政府可不可以解釋一下這件事 還有許樹昌教授就說 看過各國的報導和數據 擔心疫苗存在引致血栓風險 阿斯利康藥廠又未在香港申請批准緊急使用 專家委員會暫時無需研究更多的臨場數據 他就指出不論阿斯利康疫苗和血栓有沒有關聯也好 都不需要去買的了 主要就是這隻疫苗對於南非變種病毒只得一成保護力 好了我又想問 你就採用別人的疫苗說得一成保護力 對於那隻南非變種病毒 那麼科興呢 是不是呀 或者復必泰呢 這兩隻疫苗對於南非變種病毒 或者現在還有一隻叫巴西變種病毒 那個保護力又有多高呢 有沒有足夠的臨場數據去支持呢 當你說得別人那隻只有一成保護力的時候 你也要告訴別人現在香港人在打那兩隻 到底對於那些變種病毒的保護力有多高呢 是不是呀 不是呀 一邊踩別人那隻 踩他沒問題 你現在買回來的那些有多厲害呢 你也要告訴市民 許樹昌教授最後提到 華達區政府可以留點錢買第二代的疫苗好過 因為可以針對變種病毒 許樹昌教授自己也作出了一個選擇 就是打復必泰疫苗 別人問到你的時候就說不要把問題政治化 又說私人問題不回答 總之你也打了 你就是打復必泰 政府指定的四個專家顧問當中 三川一全部都是打復必泰 這一節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